你说刚才文道讲的很有意思 现在中国有一口号 我叫起来都觉得拗口 叫保学控措 保学控措 我连听起来都听不懂 就是说保住学校 保住这学生让他上学 不允许他辍学 要控制辍学比例 甚至现在咱中国都是这样 这个都是 就是计划指标 比如说小学 这个辍学率 不能要一定要控制在2%以下 初中辍学率 一定要控制在3%以下 就跟计划生育似的 你要完不成 当地的官员 还是什么的负责人 要负责任 但是这个 我觉得这很难 就这么靠指标 光虫教育系统下手 为什么像我刚才说 那种自愿流浪边缘人 一般人家小孩 我们就通常不会认为 他们有自愿的选择跟权利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是大人了 如果一个国家 特别多小孩流浪街头 成了街头 或者说就算成人 也很多流浪在街头 这就说明这个国家 出现了一种社会失范的状况 就是他开始绑不住人 失去规范了 失去规范了 他原有的这个社会 网络社群 农村 城市也好 邻里结构 失去规范 失去捆绑那些人的能力 然后那些人就一个一个 掉出去 拖出去了 那所以你要研究的是 为什么这些人会掉了 会拖出去了 有的时候是一些 很实际的理由的 你没说童工 现在全世界很多人权组织 都很关注南亚 很多童工问题 印度 巴基散 很多童工 所以都很不人道 但是有些人真的去 查访过那些地方 你发现像我们小孩 背眉 或者小孩干嘛 你会发现那些小孩 他是很主动 他不爱上学 然后家庭也不希望他上学 为什么 因为家庭还真的就欠他那一口 就他去干一天 挣的那个钱 这家人能吃饭了 还真会有这个